跟踪一下尾巴局势两岸的这个对比 台湾前阵子是有派出专机 接回了滞留在以色列的台湾同胞 大陆的同胞 他们是表示很期待 因为中国始终没有派专机 所以他们内心还是期待 认为台湾应该会接我们回去 毕竟我们是同胞 中国网友是这么觉得 有点痴心妄想 绝望的状态之下 祖国爸爸不来接你 所以这个时候只好期望 寄托在台湾同胞身上 当初我有看新闻报道 台湾是OK是可以接的 但是要你提供基本的个人资料 你是谁你要证明嘛 你不能说你说你是中国人 然后你就要跟台湾的飞机上去 请问各位搭商业航班出国旅行 你是不是也要提交护照资料 对吧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你搭飞机都不需要个人资料 像是当年什么911事件 那些非法的分子 或者是恐怖分子在飞机上 做一些威行这个飞航安全的事件 那怎么办 这些个人资料有给啊 但是他们就没有给这个资料 还是说迫于中国有关部门的压力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 反正最新的新闻报道是 这些中国大陆同胞 一开始是觉得 希望来了 可以跟台湾飞机回去了 然后台湾呢 其实没有拒绝 说可以接受啊 你提交个人护照啊 一些相关的证明个人资讯的 一些证件啊 但是大陆同胞基本上都没有提供 那继续只留在当地 然后呢 中国政府你说他没有 做后续的处置吗 也没有 这中国官方啊 在相关的政府网站上面 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啊 你们这些中国同胞啊 就是我们大陆同胞 你们可以搭商业航班回国啊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也不好搭 因为在打仗嘛 但是中国政府啊 没有派出飞机 什么解决措施也没有 就说你们自己想办法 自行解决这四个字 在政府的官网上面 你们自行解决啊 这个产生的后果 你们自己负责 就是在那种绝望的状态之下嘛 看到台湾有计划 听说过几年要派飞机过来了 他们应该大概率可以帮我们接回去 毕竟是顺道嘛 而且台湾在这边滞留的 也就那么几个人 台湾人不多嘛 大陆真正是 有很多人受困在这里 是真正需要帮忙的 所以大陆人会觉得 台湾肯定顺道帮我们接回去 所以有网友当时就留言说 哇操 听说台湾都派出飞机撤侨了 咱们大陆啥时候派飞机来接我们啊 人家一个省都有权力派飞机 国家太不公平了 不能这样对大陆人 他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啊 他认为国家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人家一个省都有权力派专机 而我们大陆的人始终都没有看到飞机呢 他认为是国家太不公平了 让台湾省有权力派专机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台湾跟中国就是两个对立的 对等的政府嘛 所以今天台湾所谓的台湾省派飞机 也不是真正的说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说 台湾省我今天同意你台湾省派飞机 可以去接台湾省同胞 所以这个大陆网友很显然 他对于一个国际形势 或者是对于两岸的关系 还是不太清楚的 两岸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对立 对等的政府 没有说台湾省啊 所谓的台湾省今天要派专机 要经过北京中央政府的这个批准同意才可以派 不是的 当然这里面所谓的中央政府 台湾是有了 台湾的中央政府 那当然在台北嘛 台北今天同意要派几架专机 要不要派专机去接以色列的台胞 那是台湾的中央 而不是北京中央 台湾的中央在台北 所以这个网友很显然 他就是对这些逻辑 可能也是长期接受洗脑 所以他不太了解这个两岸的这个微妙的关系 他的概念就是说 大陆就是中国国家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可以让人家一个省都有权利派专机 而我们大陆却始终没有派 所以他认为我们国家太不公平了 怎么这么优先对待台湾人呢 那有网友就在下面留言说 人家虽然是一个省 但不归咱们管呢 所以是弯弯自己派的 不是国家派的了 所以也还是有一些比较了解两岸局势的一些 小粉红 小粉红也分等级跟层次了 西家代卷赶忙离开以色列 台湾外交部安排撤侨专机 就曾有35位中国人与代表处联系 希望能一同搭乘 最后却没回应提供护照相关资料 但眼看各国都在加紧撤侨 中国却迟迟没有动作 根据初步统计 冲突爆发后 已经有一千余名中国公民 离开以色列回国 尽管中国官方对内不断强调有协助侨民撤离 但实际上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却是要当地侨民自行搭乘商业班机离境 让当地留学生不断在群组抱怨中国撤侨 反应满板牌 不但没有感受到中国撤的具体行动 更说连印度都比中国快 那还有其他中国网友留言说 台湾也没几个侨胞在以色列 还派飞机来接人 感觉是在作秀 到底是真救人 还是把他们当道具来表演呢 如果是真救人 大陆人这么多受贡侨胞 为什么不顺道接送一下呢 这个也太双标了 你说台湾政府今天在这个局势 去救台湾同胞 去把台湾同胞从以色列接回来 你说台湾政府 把台湾同胞当做道具来作秀 你认为这是作秀 但是你后面又期盼着 台湾政府能够顺道 为什么台湾政府不顺道 把我们接送回去呢 这不就双标吗 不就矛盾了吗 如果说你说接台湾人是作秀 把台湾人当道具 那你怎么又在期盼 这个台湾政府把你当做道具呢 把你接回去 那那就不是作秀了嘛 所以这是典型的双标 接台湾人作秀 然后这里又期盼把你接回去 那你自己不也是想当道具吗 你自己不也是想作秀吗 中国撤侨包机完全静悄悄 但利用尾巴冲突 对台操作认知作战 可是从没停过 网路流传假讯息 要台湾民众想撤离以色列 要记得找中国使馆 就连台湾民代也加入 官员无法帮你 你应该找谁 请记得带上台胞证 走大陆大使馆 中国自己的大外宣当中 不断宣称的 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大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看起来祖国只有在你心里 真的在行动的时候 是完全不在身边的一个状况 中国爱国电影战狼 大吹特吹要相信祖国 片尾还特别在中国护照上面打上 别忘记在你身后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对比尾巴冲突 中国侨民始终等不到撤侨包机 看到台湾省都派飞机来接弯弯了 我慕了 也就是说我羡慕了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看 中国国内的这些 绝大多数的中国的老百姓 像是微博的网友 微信的网友 抖音商的网友 他们会羡慕台湾吗 很显然不会 毕竟他们没有遭遇 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 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受困 所以他国内的这些中国网友 可能看了这些留言 还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羡慕台湾呢 对吧 但是我们看到 目前的这些中国受困的同胞 或者是留学生 或者是工作在那里的 他们绝大多数人 都是比较羡慕台湾的 当然有些人可能 在羡慕的同时 还有点反感台湾 为什么不接我们 他们的逻辑就认为 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省 虽然说我羡慕你 但是你们 怎么不把我们顺便接回去呢 对不对 那这个网友说 看到台湾省都派飞机来接弯弯 我慕了 咱们河南 要是也能派个飞机来就好了 这点我们还真要学学台湾省 但这件事 台湾省做的不够的地方是 应该考量一下大陆人的感受 我们大陆曾经上万受困 台湾就几个人还派专机 这种差距要考虑一下大陆人的感受 所以可以人性化的帮大陆人顺便送回家 两爱一家亲 一家亲不坐两家机 都是中国的飞机 不应该分的这么细 还有网友留言说 台湾这次派飞机 没有接大陆同胞真的是吃相难看 到底是谁吃相难看呢 我们可以总结下来看一下 所有的大陆人都在酸台湾 又想要台湾把自己接回去 但是基于长期的洗脑 他们的认知错乱 还在一边的去酸台湾 甚至这个网友说 吃相难看 台湾这一次把台胞接回去了 把我们这些中国大陆人 他们定义为可能是大陆同胞 我们的这些大陆同胞 却没有接回去 我们也是同胞 你怎么是区别对待呢 所以他们觉得 台湾政府这次吃相真的太难看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 所有网友都觉得台湾政府吃相难看 没有一个人在说 中国自己政府吃相难看 中国政府至今都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当然有中国网友还在 说连印度都做出动作了 对吧 我们一直号称战狼的祖国 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 之前我们也知道 中国护照常常说 中国护照虽然说 不能把你送去世界上很多地方 但是可以把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平安的接回来 这就是战狼的语录 但是今天呢 真正发生在现实世界 战狼在哪里 战狼啊 的确存在的 存在在哪里 中国的电影里 对这些中国网友 你们真的要整理一下逻辑跟脉络 到底是谁吃相难看 我们接着看 他说台湾这次派飞机 没有接大陆同胞 真的吃相难看 以前台湾有难 大陆人都是牺牲自己 大陆政府都是优先帮助台湾同胞 这个确实没错 只能说是中国政府优先帮助台湾同胞 不能说是大陆人牺牲自己 因为你没有牺牲的这个权利 因为你是被代表 你是被牺牲 假如说今天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 一个中国大陆人 一个台湾人 同时向中国政府求助 同时的 而且只能救一个人的话 中国共产党政府 绝对是优先救台湾人 这个为什么 其实就是台湾人现在有利用价值 有统战价值 如果台湾人被救了 他就觉得 哇大陆政府好伟大 你看大陆政府啊 在救我们台湾人 牺牲的却是这些大陆人 那大陆人还会觉得 啊我们牺牲自己 那是你自己愿意牺牲的 不是对吧 你是被动牺牲的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还记得很多年前 在中国一些景区啊 你排队哦 中国人排队 排了长长的一条队 那还有外国人 他不用排队 有个叫外国人礼遇专区 那还包括台湾香港 澳门的同胞 有个港澳台 礼遇通道 就是不用台队 你能说这些是大陆人牺牲的吗 不是 你是没有选择 这个规矩也是 共产党政府定的 不是你定的 对吧 其实就是想要这个讨好外国人 讨好台湾同胞 给台湾同胞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对吧 感觉自己在中国 诶 被重视了 被高人一等的对待了 其实就是利用这些台湾人的身份 他们有统战的价值 让他们回到台湾之后 觉得大陆很好 大陆很方便 这些都是有统战价值的 那如果说万一真的以后 台湾被中国统一了呢 你还会觉得他们有这个优待吗 没有了 就跟中国国内大陆的这些同胞是一样的 都变成韭菜了 只是说现在台湾跟中国还不是同一个国家 所以它有统战的价值 懂吗 所以这个大陆网友 他对这些也不太了解 说什么台湾呢 以前有难 我们大陆人牺牲自己 政府呢 优先帮助台湾同胞 这个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这是政府做的决策 然后他接着说 结果大陆人现在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眼睁睁看到的却是台湾飞来了 我们很有希望也相信台湾会带大陆人一起回去 结果是弯弯飞机飞来了 嗯 他们带着弯弯又飞回去了 剩下只有我们 韩兴的眼睁睁的看着飞机飞向我们共同的家 不好意思 不是共同的家 这件事也让我认清 根本没有一家人 对呀 本来就一直没有一家人 本来就是两家人 只能说是你们自己一厢情愿 是你们一直都说 两岸一家人 现在总算也清醒了 对这位网友的心态大概就是 台湾飞机要飞来了 好开心 哇要来了要来了 他们怎么载着弯弯就回去了 怎么不接我们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原来我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还有网友的人说 一开始听到台湾会派飞机来接我们 我们都很开心 认为两岸这次可能协商 由台湾负责撤缴任务 我也坚信台湾会带我们回家 结果一架飞机没坐满 也不带我们飞 这明摆着两家人 明明都是飞回中国 谁跟你飞回中国 台湾就是台湾 不是中国台湾 明明都是飞回中国 有本事就别回家 别回中国台湾 台湾人也知道 中国台湾最安全 祖国永远是台湾的后盾 但台湾你付出了什么 祖国永远是台湾的坚强后盾 既然祖国是坚强的后盾 现在为什么大家还在期盼着台湾来把你们接回去 祖国呢 后盾呢 战狼在哪里呢 笑死我了 所以看到这里 以目前的一些大陆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应该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 为什么造成这些大陆网友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一开始这么期盼 结果就是崩溃 然后在那里面又讲一些不符合逻辑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符合逻辑是接受长期洗脑导致的 那以目前的台湾观众又对这些中国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萤幕区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今天也没得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把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你可以加入频道 欢迎支持频道的发展 拜拜